IDF金果号战斗机 是第一款由华人研制的三代机 也是亚洲地区国家第一款自主研发且起飞的三代机 当时它的出现的确为中国人在航空工业领域争了一口气 那么对于多年使用美制作战飞机的台湾军方 为何会产生自主研制喷气战斗机的意象呢 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台湾空军装备的F-104 F-5日舰老迈 急需进行更新换代 当时台方中心最佳的选择是美国刚刚研制成功 先进程度仅次于F-15的F-16AB战斗机 但美方拒绝出售 在这样的背景下 台湾当局决定自行开发军用喷气式战斗机 第二 民进党政府在上台后需要振奋一下士气 宣示开展国机国造 国舰国造等措施 台湾军队的规模和经费有限 不能像日本与韩国那样 在采购美国军备之外 还能大量开发自制的军事装备 而台湾技术发展最为成熟的各式导弹 则是试射敏感 不太能够共筑于世 第三 台海局势不稳定 一旦台海战争爆发 空防是台湾防御的关键 台湾空军现有143架F-16 56架幻影2500 144架FCK-1战斗机 都在1994到1997年间开始服役 另有62架F-5E战斗机作为二线使用 即使不算已经老旧的F-5E 按照正常使用 所有战斗机也应该在2040年前替换 台湾计划在2020年代 展开下一代战斗机的设计 最迟必须在2030年左右投入量产 以避免战斗机缺口 时间上不容闪失 第四 蔡英文试图增强台湾军力 计划在2018年预算中 把台湾军事预算增加50% 从GDP的2%增加到3% 具体细节尚未确定 从而助力国际国造 IDF整个研发计划被称为安详计划 细分为四个词计划 分别是空气动力和机体设计的 阴阳计划 发动机采购与试制的云汉计划 开发飞行控制和航空电子系统的 天雷计划 最后是自行研制空对空导弹的 天剑计划 整个研制计划 最终耗费超过10亿美元 项目从1983年展开 1988年完成原型机的制造 由于软件等方面的原因 拖延了一年左右 到1989年5月28日才完成首飞 1988年12月10日 第一架IDF原型机出厂 1992年进入空军服役 该战机型号为FCK-1 其中CK代表 巾国二字拼音的缩写 并命名为巾国战机 用以纪念奖金国 IDF于1994年开始量产 最初计划生产量为250架 以月产3-5架的速率 持续生产5年 但由于此时 已经向美法成功采购到了F-16 和幻影2500 IDF订购数量减到130架 由于IDF的研发 是与美国的通用动力公司合作 提供了技术支持 这使得IDF在很多方面 有模仿F-16的痕迹 IDF战斗机 采用一身融合体 边条翼设计 一根前缘的大边条 一直前身至座舱两侧 可有效改善大影角飞行的性能 还可显著提升机体结构强度 该机采用了双发 单垂尾 内下两侧椭圆形固定进气口 中等展显笔 中等后掠角 中单翼布局 机体大部分采用金属结构 少量采用复合材料 IDF的起落架为前三点时 前起落架向前收 主起落架向内收入近期到侧面 后机身没有着陆违钩 可利用跑道上的应急阻拦锁 缩短飞机的着陆滑跑距离 增压和空调座舱 采用航空研究公司的空调系统 数字式电船操纵系统 用右侧驾驶杆控制 舱内装有抗高过载的大轻角座椅 这种MK1200弹射座椅 由马丁贝克公司提供 IDF原本计划 采用一台F404型涡扇发动机 后因美方拒绝出售 而改为TFE-104270 该发动机原来是 作为高级教练机的 动力装置设计的 推重比为6.9 其高压压气机为离心式 不太适合作为 高速战斗机的动力装置使用 TFE-104270的先进之处 在于采用了数字式控制系统 其加速性能比较好 由慢到最大推力 只需要5秒 并且检测维护方便 可靠性高 但是装在IDF上 正常起飞的推重比 仅为0.88 对于战斗机而言 还是偏低 IDF的基载雷达性能相对较好 这种雷达是由APG-67改良而来 金龙53型 脉冲多普勒雷达 拥有15种操作模式 包括8种空对空 7种空对地功能 具有超视距空战的能力 其航电系统也较为先进 装有一台平视显示器 两部多功能下视显示器 能显示导航、通信、雷达和武器信息等 一套H423型激光陀螺惯性导航系统 能为飞机提供准确的导航和火控参数 IDF还装有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电子对抗装置 其驾驶舱的布局和F-16十分相似 右侧是飞行自带操纵杆 左侧是发动机推力控制杆 飞行座椅可向后倾30度 以提高飞行员的抗过载能力 IDF战斗机成员AC型1人 BD型2人 机长14.48米 机高4.7米 翼展8.53米 翼面积24.26平方米 空重6492公斤 最大起飞重量12530公斤 最大速度1.8马赫 最大航程1100千米 发动机两具TFE-104270A涡轮扇发动机 IDF有9个挂架 分别为左右翼端各一个 左右翼外侧各一个 左右翼内侧各一个 左右发动机进气口外下方各一个 机腹中线一个 IDF的固定武装 为一门20毫米M65ZA1机火神炮 配置的方式与F-16相似 皆位于机身左侧翼前缘边条板根部 配弹400发左右 担任对空作战任务时 外挂两枚中程天舰2型空对空导弹 和四枚短程天舰1型空对空导弹 于左右翼外侧 其翼端挂载天舰1型导弹各一枚 机腹中线搭载天舰2型导弹两枚 左右翼内侧挂载1040升附油箱各一个 这是IDF战机最典型的空优作战武装 担任对地任务时 左右翼翼端各挂载一枚天舰1型导弹 挂载MK82通用炸弹时 机腹中线可挂载两枚 其他挂架可各搭载一枚 如果挂载MK84重型通用炸弹时 左右翼内侧以及机腹中线可各挂载一枚 MK20实验极数炸弹最多可挂载10枚 燃烧弹7枚 火箭吊舱3至4具 左右翼内侧以及机腹中线可各挂载一具 1040升附油箱 虽然IDF可配备的武器系统不少 但由于主要以执行防空作战为主 故空对空导弹为最重要的配备 在IDF战斗机顺利完成量产后 2001台湾投资70亿 在FCKZAB战斗机的基础上 研制出FCKECD战斗机 也就是降生计划 新型战机上配备着改良型GD-53雷达系统 先进彩色数字化航电系统 其新型32位原飞控电脑 并可在机背上加挂两具弑形油箱 以扩大作战半径 2004年7月19日完成首架单座机出厂 同年10月完成单座机首飞升空 2007年3月15日完成双座机首飞 并于2007年3月27日被命名为雄鹰 雄鹰战机的研发 除了机上电子装备的数字化 现代化之外 更重要的是掌握了飞机核心软件 因此成功整合中科院研制的导弹 包括万箭导弹 与华射式舰-2导弹等 翔升计划的测试持续到2009年 同年12的翔展计划开始 为台南基地下下的71架FCK-1实施升级 并于2013年底完成升级工作交付空军 除此之外 对清泉港基地的56架FCK-1战机 进行性能提升 称为翔展2号 全数共有127架战机 于2017年12月21日完成性能升级 2021年IDF战机首次挂载 由台湾中科院研发的 具有对地对海攻击能力的万箭弹亮相 万箭弹由中科院自行研制 可对地对海进行攻击 是目前台军战机装备的 射程最远的 是具外极数弹药巡航导弹 具备部分巡航导弹功能 根据台空军介绍 IDF是台湾唯一一架 可以直接挂万箭弹的战机 同时 宣传只需一枚万箭弹 就可以摧毁敌人的船厂或机场跑道 IDF战机在高空发射万箭弹 抵达目标区域后 立刻会分成几百枚子母弹 尤其可立即瘫痪机场跑道 每家IDF最多可挂载两枚万箭弹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 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